同穿黄色礼服,赵丽颖清纯,留诗诗淑女,baby美丽自信,直到看见了迪丽热巴。 同穿黄色礼服,赵丽颖清纯,留诗诗淑女,baby美丽自信,直到看见了迪丽热巴。 皮肤白皙的人,穿黄色的衣服可以衬托得更美,娱乐圈的名媛都有做过这方面的尝试,但是结果却是大乡径庭。 先看刘诗诗,一袭黄色礼服长裙,配上头上的小黄花,既有大家闺秀的既视感,又精灵活泼,甚是讨喜,加上令人产生像捏一捏的脸蛋,各位不要铁平啊。 周冬雨特别钟爱黄色,黄色也非常适合小清新气息的她,原来这么娇小女生也可以将礼服穿得如此奢华大牌。 智琳的这个好多洞的黄衣服,总觉得哪里不对。 赵丽颖的一张娃娃脸比较讨人喜爱,给人清纯甜美的感觉。 妮妮一袭黄色纱裙衣服,皮肤白皙的她,更凸显了她肤色净粒。 Anjala baby真是越来越美了,越来越自信了。 这一袭无袖黄色托的长裙搭配金黄色腰带,将她修长的身材展露无遗,更比童话中公主的还添了一分性感。 最后说一下我的胖迪,穿什么都好看,一件普通的黄毛衣穿出了礼服感,小团裙配的也很性感。 她纳略带几分羞涩的甜美的笑容,犹如拂面的威风,让人心旷神怡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最后说一件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